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的时间是2020年的8月10号的晚上11点20分左右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近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要换国籍或者是拿一个永柱 就是韩国的绿卡或者是换韩国的国籍 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最近我看就是中国出了一项政策 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我妻子也是中国人 但我妻子是韩国的绿卡 我是以他绿卡陪同的身份 就是持有绿卡人的伴侣老公 然后有的这个F2签证 这个签证是两年一签 问题还不大 但是呢 他们签一次也挺费劲 就是你得跑一趟准备材料什么的 虽然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开公司也可以 正常生活也可以 保险也有 没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最近中国 有一个政策呀 或者是有个新闻 他爆出来 他说 可能中国政府要进行第八次人口普查 然后普查了之后呢 很多地方会就是执行一个政策 就是他会去除这个在海外居住人的这个户口 在中国的户口就去掉了 取消了 然后之前我觉得是面对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就是获得国外国籍的 因为中国不承认双国籍嘛 取消户口是正常的 再一个就是像我妻子这种的 他是绿卡 有国外的绿卡 他也会取消你在中国的这个户口 但是呢 这回的新闻 他比如说青岛啊 还是说上海啦什么的 他这个地方政府呢 他就说要取消这些人的国籍 其中包括一点都是 几年之内 比如说两年之内 在这个外国待了多少个月以上的 比如大部分时间 他都待在国外的旅居国外的 哪怕你没有取得国外的国籍 也没有取得国外的有效的滞留的这个政见 哪怕你就是工作前 或者是你就黑在国外了 你只要证实的在国外居住几年以上 或者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居住几年以上 那他就要取消你中国的户口 那这点就非常可怕了 就是说哪怕我没有移民海外 也就是说我没有国外的绿卡 也没有国外的这个护照 没有成为国内的公民 在国外的情况下 在国外只是工作或者是非法打工 或者是有其他的签证 比如说结婚签 比如说带孩子签证 比如说工作签证 就等等等等 因为签证种类有很多 只要你是旅居海外的 哪怕你没有正式的这个资格居住 长期居住 那他取消了你在中国的户口 这点很可怕 因为你回到中国之后 我不敢保证 我户口取消了 我身份证怎么办呢 我身份证有没有用啊 做不做费啊 再一个就是我国内还有一些存款 虽然不多 那我以什么的身份来保留我的存款 或者说我要是买理财 我以什么身份买啊 他取消我户口吧 他就说万里有个一 我的孩子要是回中国上学的话 是不是进不了学校啊 我父亲母亲在中国还有这个房子呢 他们也是拿着旅游签证 但是常年在韩国帮我带孩子 如果他们在人口口查中被发现 说是就是啊 他们常年也是居住在国外这种情况的话 那怎么办呢 取消他们的户口的话 他们的房产证怎么办呢 他们的资产怎么办呢 那现在是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说以后会不会更严格 那取消了户籍之后 会不会给恢复啊 比如说回去生活的话 会不会恢复啊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呢 这个政策是早就有的 好像在一九八几年 一九九几年 就有过这个政策的说法 就是说中国政府会取消 旅游国外的人的这个户籍 户口 但是呢 一直也没有执行嘛 就是说是那么说 然后一直也没有当真 也就是在海外待着也是待着 然后中国户口拿着也是拿着 包括我儿子是 现在是四周岁 他是美国护照嘛 办了这个中国的旅行证 有很多人是这么办的 他是美国人 美国护照 但是在中国也上一个户口 都是无所谓的 一般都是 两头也互相查不出来 好像是 但是这回要认真普查 认真执行这个制度了 我觉得就对于我们旅居海外的人来说 就很麻烦 因为像我妻子 比如说 她毕竟有韩国的永住嘛 那她中国的户口取消也就取消了 但是像我这种永住陪同的签证 这就很可怕 因为毕竟我没有 我自己还是没有绿卡 我也没有韩国的这个国籍 但是一旦我中国这边也被取消了 那我就变成两头不是人了嘛 中国也不可怕 韩国也不可怕 那财产怎么办 我真要 有一天真要回去 哪怕是探亲啊 或者怎么样的 办个事什么的也费劲啊 所以我还是 至少在韩国这头 我换过韩国国籍 至少拿个韩国永住 对吧 在韩国国籍 好像比拿这个永住还要难 还要简单一点 当初可能连这个语言都不需要 但现在需要语言的这个成绩了 那我只好去 去报个班 然后参加一个摸底尔考试 再上大概要半年一年的这个 韩语的这个课程 也是很费劲的 但是现在这种政策多变的情况下 我只能努力尝试一下 用加班的赚钱的时间来学学韩语 也不为别的 就为能拿一个更保靠的身份 再一个就是拿韩国身份最好的一点 就是韩国的护照 它去世界其他的国家 非常的方便和容易 最近我们看新闻 就是中国的这个 有很多单位有收护照的这个状况 就是你是公务员了 你是这个事业边 企事业单位的 或者你是领导了什么的 你很多你的护照 就是被单位给收走了 你有特殊情况 你要网上报 然后领导批了才能把护照给你 你才能出国 韩国就不存在这个状况 就是韩国护照的这个 含金量还比较高 大概是180多 还是将近190个国家 都是可以免签过去的 也就是说 你也不用去大使馆 也不用提前预约 你买张机票 就落地了 拿护照晃一下就过去了 这点对于我们岁数还不算特别大 喜欢出去玩的人 或者喜欢出去长见识 或者有一天准备出去定居的人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孩子是美国人嘛 韩国人去美国的话 他也是免签的 然后每一次是有一个月 还是三个月的滞留期限 然后一年可以去个一两次 两三次吧 非常方便 就是买张美国机票就上飞机了 上飞机然后落地的时候 出示一下护照就过去了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当年去美国的时候 那费的那个劲呢 做各种各样的材料 各种各样的证明 然后递上去了之后 又预约了个时间 然后去韩国的美国大使馆去面签 紧张的像考试 或者说做了坏事的小孩似的 特别紧张 然后我们去法国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准备材料花的时间 然后办这个签证花的钱 不计其数了 然后又跑了好几趟 然后去美国那次还被 还被给二次审查了 又重新递交材料 就受尽了大使馆的白眼啊冷遇啊等等的 然后 包括我们去想去日本玩的时候 材料都没递上去 因为准备材料太费劲了 就没递上去 就是各种被刁难 但是 你看中国的护照能免签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少 泰国算一个 然后再就是比较贫困的国家了 什么老挝啦 越南都不行 好像 还有什么 我就知道老挝 反正都是几个非常非常落后的不发达国家 你去玩有点提不起来性质的那种 而且选择特别特别少 但是呢 与韩国护照就不一样了 哪怕是泰国 我们去年就是在新冠肺炎之前的时候 去了趟泰国 落地的是曼谷 然后 我们中国人是落地签嘛 韩国人是免签 这点又不一样了 你别以为都能过去 不一样了 我们抱的是韩国的团嘛 跟的是韩国人走 结果韩国人下了飞机 是半夜一点多 他们下了飞机之后 也是拿护照晃一下 走他们免签的这个通道 晃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他们就坐大巴去那个 宾馆睡觉了 一点多也没关系啊 一会儿就到宾馆了 结果我们呢 是落地签 往前走 那中国人呢 像珊瑚海啸 感觉能有好几千人 在泰国机场 我们觉得落地签 怎么这么多人 还没出去呢 结果是在排队 然后 这个几千人连水都没有 也没有卖吃的 因为是半夜嘛 这中国人我就理解到什么叫绝望了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正好是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20号左右 这个上海 不是上海 武汉不就封城了吗 我们玩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17号 18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有新冠肺炎这个事 大家也都没有戴口罩 在那个曼谷的机场 挤了大概有6个小时 7个小时 8个小时也有 一点多到了 然后就一直在那排队 排队还得人挤人 就各种 有中国人 有像越南人 有印度人 像是巴西斯坦的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全都是这种人 然后拿着自己的护照 被挤的 有很多小孩 他上不来气了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也没有坐的地方 也没有水 也没有吃的 大家也不好好排队 都是往前挤 然后里面有很多女人和小孩 就不行了 就是在旁边那个过道上躺着 横七竖八的躺着 就是用一个词能形容 我们简直就是难民 说是出来旅游的 其实就是难民 然后我跟我妻子前面的 有中国出来玩的小女孩 她们俩是买了这个 到曼谷的机票 然后马上就要出关 然后换下一趟航班 去飞巴提亚 还是飞什么普吉岛什么的 就走不了了 完全走不了了 因为在这边等的时间太长 一共挤了 大概七个小时 六个小时总有 我们在抱团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韩国的这个团呢 就给我们加了 一人加了十多万块钱 就是六七百块钱人民币吧 我们就特别不理解 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吗 就欺负我们吗 韩国人就不要这么多钱 中国人就要这么多钱 不公平 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 这个钱收的值 我们一点都不冤 因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的导游 和韩国的那个 餐团的人早就走了 人家早就睡觉了 然后我们比人家晚到了 多长时间 晚到了七八个小时 我们一直在过关 然后一直在排队 然后等我们排到我们的时候 都天亮了 然后就没想到哈 他们还安排了一个 就是一个小姑娘 一个还挺漂亮的 泰国本地的小姑娘 整整在这个出口的大厅 等着我们一起 出口大厅也没有睡觉的地方 也没有坐的地方 就站着拿了个牌子 那个旅行社安排了 等了我们整整一夜的时间 那这十万块钱花的就值了吧 哪怕二十万也值了吧 安排个人等你一宿啊 然后这个小姑娘打车 因为那个大巴早就走了 就为了我们俩 她从那个机场打的车 她拿的打车钱 到那个曼谷的市中心 结果早晨就开始堵车了 曼谷也非常堵车 我们一宿没睡啊 滴水未沾啊 然后跟着这个出租车 就到了宾馆 到了宾馆已经八点半了 我们夜里一点半到的曼谷 过关了已经七点多了 打车到还堵车 就是到宾馆八点半了 我们还是坚持去跟着游玩 大皇宫什么的 那饿的都要死了 就是经受了这种 非人的这种待遇之后 我们才知道 哎呀 我们手里的这个中国护照啊 真的不太厉害 让我们在外面 真是有种受尽的凌辱的感觉 所以我下决心要换国籍了 那好 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说 好 好